全国Novavax称9成有效 9月申请晋级使用批准 美国疫苗制药厂Novavax星期一发新闻稿表示 根据在美国和墨西哥进行的研究 药厂的新冠肺炎疫苗整体有9成功效 并且可以保护一些变种病毒侵犯 Novavax指出 初步的数据显示他们的疫苗是安全的 美国已经有超过一半人口已经完全接种疫苗 需求大幅下降 但全世界对疫苗仍然非常渴求 尤其是经济较落后的国家 有些地方的接种率更是低过1% 综合美联社和雅虎新闻的报道 Novavax疫苗可以在一般的冰箱储存容易运输 因此增加了全球贫困地区的疫苗供应会很有帮助 Novavax计划在9月向美国和欧洲多国申请 预料到时可以每月生产1亿剂疫苗 如果获得通过的话 Novavax将会成为第5种可以使用的西方世界研发疫苗 有差不多3万名18岁或以上人士参与Novavax的研究 当中三分之二在相隔三星期接种两剂疫苗 其余就注射安慰剂 接近一半的实验者是非裔、拉美裔、亚裔或是美洲原住民 而有6%的参与者是在墨西哥 整体实验群的37%有健康问题、属高风险类别 而有13%是65岁或以上 实验结果有77人感染新冠病毒 其中14人是已经接种疫苗 其余染病者是注射了安慰剂 感染新冠肺炎的已经接种疫苗者 无人有中度或严重病症 而安慰剂组别就有14人出现中度或严重病症 其中更有1人死亡 在研究之中 疫苗对几种变种病毒 包括首先在英国出现的变种病毒 都有类似的预防功效 根据Novavax的资料 疫苗的副作用轻微 包括注射点痛楚 但没有不寻常的血栓和心脏问题 Novavax承诺 可以在明年向美国供应1亿亿千万剂疫苗 同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1亿剂 天下卫视记者陈鸿佳报道